中共的軍機還有船艦 最近擴大擾臺 似乎衝著我們7月份的 漢光演習而來 面對台灣海峽 對面這個惡霸鄰居 我們特別採訪了知名作家于潔 于潔是北京大學碩士 也被位譽為 兩岸三地最敢說真話的作家 他目前定居在美國 華盛頓特區 每一年都會來台灣 Long State 走遍了各個縣市 連外島也去過 台美中完全是他的專業 那這邊首先 我們要請教一下于潔 520賴清德總統上任 發表了兩岸互不利所的言論之後 中方對台灣的文攻武嚇 再次升級了 中國這麼的嗆 這麼愛把他的軍事肌肉 拿出來秀 請問您覺得 他們是想要試圖動搖 台灣的 好比說台灣的明星嗎 以其說他是在軍演 這個軍事演習 不如說他是在演戲 是在演給習近平 這一個人看的戲 因為他實際上 他的效果 我們看到在台灣 沒有人害怕嘛幾乎 然後台灣的民生 大家都是照常生活 台灣的經濟的發展也很好 台灣的股票市場 這個一飛沖天 而另一方面我想 他習近平 他也不會敢 輕易對台灣真正的動武 前段時間 習近平對歐盟的領袖 他就實際上是自己給一個台階給自己下 他就說是美國要 這個誘使他要來對台灣動武 他不會中美國的圈套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笑的啦 他就算是自我介潮 好那講完了實體空間 我們其實也要注意一下虛擬空間的衝突 在台灣國內跟國外的專家都頻繁地警告 中國的資訊站打得無影弗屆 從新聞到社群媒體內容到短影音都有 甚至最近還爆出說 中國雜錢想要邀請台灣的網紅去中國拍一些 台湾講說中國好話的旅遊影片 我們想要請問老師這種資訊站 我們是要怎麼防 而且到底中國為什麼一直對資訊站這麼愛不釋手呢 網路的這個虛擬空間的 它也是有它的每個國家有自己的那主權 像中國自己他也他也反過說 這網路主權這個很重要啦 所以我覺得每個國家來在自己的疆域之內 來保護自己的民眾不受敵國的宣傳洗腦 這是任何一個民選政府都應該做的事情 它是保護自己的人民 這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兩個範疇 我們看它的核心宣傳話語是中國夢 它沒有說是一個共產主義夢啦 是一個中國夢 所以在它的這一套中國夢的敘事中 那台灣就是它要來實現所謂的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後一個拼圖 所以它不會輕易地放過台灣 所以它用這個所謂的統一台灣來 我覺得像是一個毒品一樣 注射進這每一個中國人的那心裡 這種民族主義我也不把它太當真 因為真正的這個民族主義 這個法西斯主義納粹 我們看到在德國當年在希特納時代 他們是那些人是信奉納粹的人是很真誠的 他們願意為了納粹的思想去上戰場戰死 但是我想今天大部分中國人 他們也只是一種表面上的接受 他們也沒有把它當成一個最高的信仰 更不願意為它付出性命 其實說起來對於中國的文工武嚇 很多台灣人已經好像有點司空見慣了 但也真的是有人是戒慎恐懼的 依您長期以來在台美兩地生活 還有學術研究的經驗 您認為台灣可以站在怎麼樣的角度 居安而思維 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該或者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實際上在華府我們都是 比較有危機感覺得 這個台海的問題 現在算是一個國際的熱點 但是當我到台灣以後 我才發現反而在台灣最前線 大家都這個歲月靜好 就很平靜 當然就是說我覺得我們不用怕它 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 台灣的自我保護的能力 還是要提升國防的預算 然後國軍的武器升級 那個訓練升級 當然台灣不太可能像美國一樣 就是開放這個持槍拳 但是我覺得 就是說全民的國防意識的提升 經常性的訓練 像這個曹靖晨先生和黑熊學院 他們現在在做的這些工作 我覺得都很重要 但是還遠遠不夠 因為我也去了解到 他們還是在 大部分還是在 比如說戰爭爆發 或者自然災害的時候的一些救護 醫療這些方面比較多 真正的這種戰術的訓練還是少 我可以了嗎 但我可以了嗎 我覺得 給我了你